坐在轮椅上的林一新 在旁人的帮助下倒下竹筒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帮助别人 其实觉得自己蛮幸运的 双和岁莫救福 看到一群伸仗人士 也许走不稳 也许手会抖 但是爱心绝不落人后 他们是远从桃源过来 亮与洗衣庇护工厂一行22人 虽然是第一次来 但这个园好久以前就种下 在当初设厂的时候 是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来找我说他要用洗衣厂 叫我让他规划配管 多年来协助庇护工厂设备问题 也看到这群伸仗青年 逐渐站稳脚步 慈激之工在了解到老板有心想进一步 带给孩子们心灵资粮 就邀大家来岁莫祝福 说真的我能够教他记忆 我能够给他吃给他住 但是心灵上的那一块 我真的我比较缺乏那种 那种智慧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聆听智慧的话语 启发内心善念 因为爱也与世界有了更多交集 没有看过这些影片不知道社会上 地球上有这么多的苦难 至少我们还有一些能力可以做到 发挥我们的那个爱心 而在慈兰金藏演绎中 也看到了改变 孩子从过往急躁个性 变得沉稳体贴 甚至从不与人打招呼 到现在主动参与活动 练球更是练心 打开心窗 生命也有了转变 大爱新闻 真善美技工台北报道